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Handyman2U channel 我是马西红 今天我要跟大家示范一下 怎么样在家里安WaterPump 这个是我今天要安装的这款Pump 所以在这里显示 它的VOTX是220-220V 它的Input Power是375V 所以375V其实很小电宝 相比之下如果是你的热水器 还是冷气温馍之类的 它用的电源是比较大一点 甚至你吹松筒 Hatume Cleaner 它都是用比较高的 所以一般上风扇或是Spotlight 的那种VOTX 所以这个是可以用Rooping的插头 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这家机 你可以看到它的Wire是用那种 比较幼的Wire 所以等下我会拿另外一条Wire 把它延长它 然后直接是锁在这里 这个就是在屋顶的地方 所以通常家里就是这里 楼顶上面有一个阁楼 然后可以放你的Water Tank 所以目前这个地方 它是没有Water Balm的 它只是有一个大的Water Tank 然后它出水是直接是Water Tank的 这个Floor Floor去给你厕所 还是分去哪里 现在我们要做的东西 就是要在这个Area这里 我们要安一个Water Balm 不要拉新的电的Point 然后Water Point就是这里 Connect进去 然后再分给它 这里下面有一个电的Source 所以我会这里打洞 穿线 然后把插座在下面延长 然后在那边开电关店 拿一个Copless的Ju 插上这个比较长的JuPay 然后我们开始打洞 OK 这里已经打洞了 所以等下我会从里面穿那个Wire过来 我先从这里爬回下去先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了 就是Bump我是放在这个位置这里 然后Wire是该从这个墙壁这里这样子穿过去 然后在这个楼顶上面这样子穿过来 然后这里下来 它这里有几个插座了 拉一条线上去 然后这里有穿有洞的 然后过后我就要爬上这个楼阁里面 把Wire穿回出去咯 去外面刚才那边咯 这就是刚才穿出来的电线 我要把它穿去这个洞这里咯 刚才我们现在在Bip的上面打洞了 所以Wire把它穿出去咯 Wire已经穿过来了 Pump就会安在这个地方咯 然后刚才的那个Makita 就把它拉过来 这个就在这里了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延长 所以它就有这个插座了 把它拆出来 那这里有三周线 我们把它拆出来先咯 它跟里面的颜色咯 一个是Nutri-Wire 另外一个就是 Drop垃圾在这里 Drop垃圾在这里 Drop垃圾这个是Positive 然后还有一个是青线 我们把银子拆出来先 银子拆出来先 银子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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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Drop垃圾是更为这个 Cent-Drop垃圾是这个 然后这个都是Drop垃圾 然后有一条是青色的 青色咯 我们就用这个Nut银子拆进去 银子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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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就这样搞定了 所以我们剩下最头痛的 这个水的位置 因为这个它是直接从Tank跑出来 它是没有开关的 所以没有开关的话 我们就要被比把整桶水 就要放到完咯 就借着这个机会咯 我们就一次过 就洗了Drop垃圾 然后通常Drop垃圾的下面这里 它有一个 开关的Ncap在下面的 所以我们就拿 Ranch Partner 什么都好 把那个拆从它 把水排出来咯 然后在排出来的之前 它的Incoming 那条喉子里 我们要在Main那边关掉它 还是我们在楼下看什么地方 然后我们把它关掉 不然的话 上面这个Bull Food 它的水就一直出 然后这里排 你就会浪费很多时间 还有水 一般上咯 这种Bip 我们可以拿这种Bip 盖子来剪 可是 因为这种猴它是比较脆了 所以你剪的话 怕它会爆 所以呢 我建议你如果你是旧的猴 你就拿来切啦 点饭 点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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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可以顶着这个水先啦 OK 所以你看这个水 已经放完了 所以叻今天我会用这个黑色的绿子 用来夹的那种 若是你没有看我那个视频 你可以按右上方 让我们看回之前的绿子绿子 今天我会用绿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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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这个水后东西 就像你玩拔头这样子的 你要尺寸对尺寸 这个来的时候是一寸的猴 进水出水也是一寸的尺寸 然后这里中间它有一寸变六分的 所以我们要混合和混合 然后看怎么样来顺回去它的尺寸 大致上是这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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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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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 好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水是怎样 现在水是这样子 比较小的啦 我们试一下开那个泵 很明显水是大很多啦 我们试一下这个泵 水是大很多啦 这个就是我怎样安装这个泵的过程啦 所以咧 其实你选泵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是装成排骨或者是泵骨的话 一般上啦 家庭的生云有这样多的话 你可以用0.5%的泵到0.75% 都是足够我的 所以它没有止其他泵骨的安装啦 最好就是有backup plan 所谓的backup plan 就是这样你要泵坏了或骨啦 你一定要有一个开关的水滑 然后来给它 用泵链水 去给你的厕所咯 这样的话咧 你就比较麻烦了啦 就是这样 你那个水的力量啦 要经过那个 没有发动的泵链 然后咧 才可以供应给其他厕所咧 其实它的水力啦 会比之前啦 还得更紧 这种泵链的方法啦 就是你要供应给它 水滑 你要最为啦 就是base and match 这样的啦 当泵链的话咧 如果你要PVC的话 你就要拿更多泵链 因为泵链有预装 如果你是用普通的那种 比较保身的泵链 怕它会有链链 然后它会有泵链 今天我用这个黑色的泵链 其实有它 除了做工会比较快啦 直接插下去了 然后我想要 如果你是拿这种 PVC的话 做工的话 材料啦 会比较便宜 可是 时间上啦 你就用比较长的时间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切了链 这个材料 然后你要等它干啦 刚才你看到我做这个过程啦 其实我是在 第一次的Joyer里 我黏了这个WoxCat先 然后再等它干了 我就用那个时间 来关系到其他泵链啦 所以为什么我做好的时候 它已经是足够干了咯 我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这个影片 如果是你喜欢EiY类型啊 就好像你喜欢MacBook啊 怎么弄家里啊 弄水啊 弄地那样啦 这个频道会考虑 怎么弄电 怎么换插座啊 然后拉电啊 怎么安装的 等等之类的 然后怎么弄水后 修链链水 怎么换洗手盆啊 一点污垢啊 还有链砖啊 这个啦 这个啦 这个可以换下来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记得按订阅按钮 然后打开 旁边那个小链铛 再下一个新的影片 我就会用以上咯 好了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是MacBook 我们下一集再见 所以我要看 怎么样直接炸起来是什么 中文字幕提供 扔一下 下一个新屏 再次屏 下一个新屏 年轮非常高 汇测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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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